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在搞事 怂恿其他国家弃用华为 一些人被限制使用华为产品 然而德国的电信运营商却在努力争取 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能够留在德国 据德国电信公司的最近内部评估文件显示 如果欧洲各国禁止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 华为参与5G网络的建设 那么欧洲将在下一代一栋网络部署中落后中国和美国 德国电信高层警告表示 从5G网络供应商中排除华为 将会导致该技术在欧洲的发展至少被延误两年 说实话 美国的决定太儿戏了 一旦德国负荷了 起码面临数十亿欧元的损失 华为是欧洲很多家电信公司的供应商 这些公司为了部署5G网络正准备投资数十亿欧元 数千个无线基站已经招设了华为系统 德国电信部分云端产品的主要供应方式华为 5G网络是在现有4G基础设备上建立的 德国电信对华为的4G设备已经非常依赖 华为设备被全面禁用 之前弄好的全部被迫拆除 损失的都是钱 说句不好听的 德国电信付出的数十亿欧元难道美国会不 为了能留住中企参与5G建设 1月30日欧洲最大电信集团的德国电信提出了三项举措 首先 德国电信建议 在部署关键基础设施之前 应该由国家监督的独立实验室进行独立认证 其次建议网络设备供应商把原代码 提交给一个可信任的第三方机构 操作员获得访问权仅限于某些情况下解决安全漏洞 除此以外 德国电信还建议 不仅是运营商 网络供应商也该单起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毕竟总有些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介绍了安全漏洞这类的说法 之前德国还在考虑要不要制定一些更严格的安全要求 为了把华为排出5G移动网络建设 甚至有人讨论制定无法达到的安全标准 还将修改德国电信法当作最后手段 不过美国说的话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惯用 德国电信企业显然没有打算跟风 三大电信巨头对外界传的那些关于华为的留言 都觉得毫无根据 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局局长也说 对于禁令这种严肃的决定 需要讲证据 将原代码留给第三方信任机构代价有点大 华为的那些竞争对手 比如诺基亚和爱立信都在背后苦势当干 说不定哪天技术就被窃取了 这项举措或许可以再商量看看 德国电信布置了那么多 全部拆除的话 损失也大 我们完全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 请不吝点赞订阅